釜山到處都有的咖啡店 它的優格果喜蠻好喝的 吃了這家中規中矩的24小時早餐店 蛋年糕湯蠻好喝的 我們都以為半飯上面的蛋是半熟的 欸!是全熟蛋 搭了半個多小時的車去五六島天空步道 風景蠻好的,而且也不用錢 旁邊還有一個小步道可以爬 還蠻推薦可以去的 名稱的由來大概就是說 這裡被海浪侵蝕成六個島 應該吧 都愛夢都愛夢 你不要看都愛夢 超大的 超冷 旁邊的步道走起來也是蠻舒服的 它有種滿的櫻花 但我們去的時候也是都蟹了 老樣子一天一盒草莓 搭一個多小時的車先經過海雲台 再去海東龍公寺 超遠的 前面會經過一些小飯街 結萬眾善言 不是嗎? 是 不是嗎? 是 其實我覺得對宗教沒有特別的興趣的話 不用搭那麼久的車 特地跑到海東龍公寺 真的很遠 雖然說網路上的圖片很漂亮 但是這裡人真的太多 根本也拍不了什麼東西 還不如去逛旁邊的樂天Outlet 或是去樂天世界裡面玩 或是玩那個斜坡滑車 啊大雄寶店 看出去有人在那邊騎水 上摩托車是什麼意思 然後網路上找到這間 評價很好的五班長烤肉 結果隔壁多也是台灣人 是不是有業配啊? 不錯吃啊 但以豬肉來說真的有點太貴 海雲台真的蠻漂亮的 它的沙子的觸感 跟台灣的真的不太一樣 這邊目前看起來都還好好的 風景也很漂亮 啊我就想摸一下水 結果靠太近 讓一個過來我的鞋子就濕了 是你真的業餘三策 你自己亂講 不要翻箭 腳那麼箭 自己亂講話 沒有兩天不會再穿這雙鞋子 鞋子濕掉了 水太冰真的超冰 腳根本站不住 這雕魚燒蠻好吃的 外面有果糖粉 在華泰二期也可以找到一樣的喔 我們做的份在這裡一定會被騙錢啊 雪玉湯蠻特別的 而且份量很大 但我覺得沒有到很驚豔 就不錯 都半夜了 阿豬罵還出來幫我們煎 蠻特別也蠻香的 份量不少 我們三個人後來沒吃完 約到後面真的有點太膩 消夜 SPA玩的消夜 小綠豆子 對 就是連續第三天來買草莓 老闆都認識我們了 還會給我們折一千塊 要前往福田市場 原本以為是像日本黑門市場一樣很多吃的 後來才知道喔 好像是真的大媽跟阿嬤在買菜的地方 然後語言真的不通 所以就隨便找到一間紫菜飯捲來吃 基本上應該都差不多 還不錯 口味沒很多 但真的便宜又大捲 超飽的 這一餐應該是我們在福山吃到最多海鮮的一餐 章魚蝦仁粉絲堡 它雖然說紅紅了 但吃起來就是 很台很好吃 難怪Google評論下面好像有台灣人留言說是 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韓式料理 殊不知就是很台 後來我就獨自去流浪 因為等一下要跟李威錦喝咖啡 新開的越南風咖啡店 我在這裡看到一對情侶大吵之後高歌離席 最後一天晚上去了廣安里海灘 但我覺得好像沒有特別到這裡看這座橋的必要 大家好像都是單純來這邊吃海鮮 但這裡海鮮真的超貴 完全不懂 然後我們繞了半天之後 最後選了一家就是普通的韓餐 Google評論還超差 最後一餐晚餐 最後一餐呢 最寒的晚餐 最寒 超辣 辣到爆 超辣 超鹹 普通 超硬 好吃 超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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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其妙買到的三明治超好吃 京海機場大航空的滴行超雷 怎麼感覺才玩一下下就要回家了 總之浮山是一個天氣很好 很適合健行的地方 你就在那邊叫叫叫 紅鞍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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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還以為你還在裡面耶 哈哈哈哈 哈哈 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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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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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魚